維持這個姿勢呢 維持10秒鐘 好 然後放下來 這時候這個腳掌 可以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然後這樣子又可以伸展你的肌肉 同時又可以讓右腳放鬆 三萬訂閱大回饋 8月1號到8月31號 在節目下方留言 按讚分享就有好禮送給您 一周四集每一集都留言的話 就有四次抽獎的機會 看越多抽越多 現代人真的很辛苦 因為你知道 不管是什麼年紀啦 就是你只要是上班族 久坐不動 然後呢 真的就是身體漸漸僵硬凍結了對不對 然後呢 姿勢不良 當然也可能會造成我們的肩膀 肩頸這些什麼痠痛麻 僵凍等等這些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我們骨科權威 實醫師會怎麼建議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一下 肩膀有什麼東西好了 我來請問小魚兒 你知道肌肉跟肌腱 還有韌帶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在於 一個是有血的組織 一個是少血的組織 噢 就是有血液 對 流筋的組織就是肌肉 那比較少血液流過的組織呢 就是肌腱跟韌帶 如果各位觀眾還記得 我們如果吃沙朗牛排 你看是血滋滋的 那這一塊就是肌肉嘛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任何組織在修復的過程 什麼是最重要 血液是最重要 所以有血才有修復才會生長 再來就是說韌帶跟肌腱 它是屬於生理性的缺血組織 或者稱為少血組織 那各位觀眾也知道有生理性的 必然就有病理性的嘛對不對 病理性的譬如哪些狀況呢 譬如糖尿病的病人 它的末梢其實都是血液比較少通過的 或者是像動脈阻塞這類的病人 他們的末梢循環就會比較差 所以像這些是屬於病理性的缺血組織 也就是說它本來是正常 因為生理出了某些狀況 然後導致它少血了 可是我們的肌腱跟韌帶 它是先天呢 就是血液比較少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當你肌肉受傷 跟你韌帶或肌腱受傷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一個很快就會好 另外一個就要比較久才會好 所以醫生你的意思是說 肌肉會比較快好 然後韌帶跟肌腱 它會比較慢好 難怪一傷到韌帶肌腱這些事情 就要很久很久 而且甚至不會好 對 所以古人才會說 傷筋動骨要怎樣 要100天 好多病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傷筋 這個筋為什麼跟骨頭都一樣 它這麼久才會好 其實古人就暗示我們了 這個筋啊 是指的是韌帶肌腱 這些少血的組織 所以一旦這些組織如果受傷了呢 那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讓它去修復 可是我們往往年輕人 常常拐到腳 韌帶受傷了 他以為感覺症狀比較好一點 他又跑去打球 不小心又再扭一次了 那重複幾次之後呢 那這個地方就產生了 救傷的情況 所以那個地方很多老人家說 等你老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地方會出問題 那就是它組織修復的並不完全 所以會有一些救傷 留在這個地方 那時醫師請教你 為什麼就是說 很多人在肩膀卡卡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年紀還年輕耶 才20幾歲 然後肩膀卡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那是因為它長期維持一個姿勢 導致肌肉群呢 它比較軟縮 那軟縮之後 它就會造成這骨頭的偏斜 而就會產生相關的臨床症狀 這是我帶來的這個模型對不對 大家看得出來 這是肩胛骨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公骨 公骨就是我們的上臂骨 可以做這個動作的 然後這肩胛骨呢 就後面很像泛池 那我們看這個泛池 這個肩胛骨它本身 它是服貼在我們的胸椎上面 就在肋骨後面 服貼在我們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 它本身是一個懸空的一個骨頭 對 它是靠著不同的懸吊的系統 來把它固定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面 它有哪些東西 譬如說這是外側嘛 它有外側肌群 然後這邊是內側 有內側肌群 上面有上方肌群 還有下方的肌群 它總共有四個肌群呢 把它懸吊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上 那大家也知道嘛 當我們有一邊的力量比較大的時候 這一塊骨頭它就會偏到另外一邊去 譬如說我常常用這個手 做往外拉的動作 那外側肌群呢就特別的軟縮 它就會把它往外拉 所以這個肩胛骨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常常在做內側的動作 所以他就會往內側拉 或者呢有一些人呢 他常常都是這樣子 聳著肩膀在做事情 那這樣的話 這個肩胛骨就會往上跑了 那另外有人常常去做體重的東西 那他下方肌群常常在死力 所以他就會造成這肩膀會往下跑 所以對不同的族群呢 他使用的肌群就不一樣 那他一定是反覆重複地使用某一個肌群 他會造成肩胛骨偏斜 所以就造成很多年輕人為什麼說我肩膀不舒服 可是實際上照X光 或做很多臨床檢查 發覺它其實是正常的 所以卡卡的原因就是因為 肩胛骨的位置跑掉了 跑掉了 他有沒有辦法可以讓他肩胛骨 盡量的不要位置跑掉 有辦法 所以Data Stone希望各位觀眾 回去檢視自己 平常的習慣動作是什麼 對 你把它記錄下來 你的習慣動作 那當你有空的時候 你就要做反方向的結抗回來 所以我的書名才會叫做 骨科醫師肌肉反向結抗術 就是這個目的 是 那如果說像久做足的 他常常會痠痛嘛 就比方說下半身來說 或者是年紀比較長的 那他下半身 如果是常常就會覺得 譬如說膽到腰啦 或者是說這個肌肉啊 韌帶啊 還有包括關節啊 不舒服 那應該要怎麼樣去結抗 這個就是個大在問的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做久要起來動一動 哦 對 對 譬如說我們在打電腦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講到上半身嘛 可是如果打電腦 其實你也是前傾嘛 對不對 對 你做完之後 去上廁所之前 之後呢 你就要做一下伸展槽 把它往後 哦 對 把它往後結抗回來 它就會放鬆了 哦 了解 如果你是一個 長時間從事打電腦工作的觀眾 那麼石頭醫師要告訴你 你要做三個動作 第一個 你要做手掌掌心朝上的動作 然後呢 外展之後呢 做一個畫圓圈圈的一個活動 這樣 好 這樣子呢 可以放鬆到你 手肩膀的一個肌肉 然後好像 然後這個越繞越大圈 越繞越大圈 然後要記得這個掌心一直朝天 掌心朝上 第二個 因為你長時間是要往前的 所以這時候肩膀呢 你要做 往後伸展的動作 往後繞一個大圈圈 這樣你會覺得 哇 肩膀很痠 那一旦有覺得痠的感覺 就是你有拉到這個肌肉 然後接下來你還要再做一個動作 把這個肩胛骨往內 做一個收縮的動作 也是維持5到10秒鐘 1 2 3 4 5 然後放掉 然後再做第二下 1 2 3 4 5 然後放掉 膝蓋也是一樣 要記得因為你長曲曲嘛 對 所以你這樣起來就要伸展它 哦 就往前伸展 對對對 然後順便做什麼 做股四頭肌的肌力訓練 就非常好了 我們接下來介紹 股四頭肌的肌力訓練運動 就把膝蓋伸直 然後腳踝往上勾 然後這時候你會感覺到 大腿跟小腿非常的緊繃 維持這個姿勢呢 維持10秒鐘 好 然後放下來 吸一口氣之後再做第二下 然後這樣子反覆做20下 一天呢 按照三餐做三個循環 對 這樣的話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大腿的股四頭肌力訓練 第二個是我們的小腿肚 肥腸肌它有訓練到 對 對 對 那倘若說你又合併這個病骨 膝蓋有一點痠痛 對 你還可以專做這個內側 大腿內側的肌力訓練 你就是把這個大腿呢 就往內轉一點 嗯嗯嗯 就讓這個大腿內側吃重一點 哦 他就會覺得哇 這個大腿內側就會很痠 所以你就往內轉一點 對對對 哦 了解 那剛剛我們說到的 都是那種久坐的問題 那久站的人 應該要怎麼樣去對抗它 其實站的真的也不好啦 因為這個血液都會沉在下肢嘛 對 那常常很多OL 像那個桂姐啊 嗯 對 那他們就要想辦法去主動 收縮它的肌肉嘛 那如果沒有辦法 那他只能穿一些彈性襪之類的 用這個壓力去對抗這個重力 對 那再來他可以就是換腳休息啦 哦 就是說拿一個凳子 然後讓這個右腳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換這個左腳休息一下 這時候我們把重心放在左腳 然後讓右腳休息 那這時候呢 這個腳掌呢 可以做一個伸展的一個動作 然後這樣子呢 又可以伸展你的肌肉 同時又可以讓右腳放鬆 然後可能過了10秒鐘之後呢 我們可以換到另外一隻腳 然後一樣這時候重心在右邊 然後呢 這個讓左邊的肌肉放鬆 那如果脖子呢 像脖子很多人 大家都是低頭主角這樣 當然因為很多年輕人 他常常在繞枕 我想說大哥 你20幾歲為什麼要繞枕 我們去給他照一次光彩 才發覺他的整個頸椎的 這個曲度跑掉了 變得太直了 太僵直 我們正常的這個頸椎 這個頸椎是往前曲的 會有大概10到20度的前曲的角度 那就其原因呢 就不外乎是長低頭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睡得太高的枕頭 你知道睡得高枕頭就變成這樣子 哦沒錯 就也是一樣 就等於是低頭一樣 所以常常要避免的就是要 不要長低頭 不要過度低頭 第二個就是不要睡太高的枕頭 對 這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你就要強迫自己 譬如說你低頭做一段事 因為不可能永遠不低頭嘛 那你就要 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要回來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就往後 對 就這樣子 盡量把這個頸椎的這個前曲的 這個曲度給做出來 哦 所以像是院長你覺得說 那個痠痛貼布啦 或者是有很多的那一些什麼 針灸啊等等 都不如你自己做結抗術 當然 這樣子把它運動起來 然後呢 把它結抗以後呢 我們的這一些肌肉 肌腱還有韌帶就會更均衡 對它就比較soft 然後因為我們這樣講其實很難講得全面 那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 你可以看我的書 我的書呢 基本上要舉了很多不同的職業別 我都有跟他們建議說 你要怎麼去結抗你的肌肉去 就會達到 痠痛比較不容易找到你 年紀到代謝消化容易不順嗎 這是我維持順暢輕盈的秘密 專利菌種酵素 前後長達兩次發酵 發酵期長達整整一年哦 不管是直接喝 加水 加牛奶 調成果菜汁 都很好喝哦 遵循日本技術古法發酵 超過40年的職人精神 高達153種蔬果植物的營養 濃縮起來 精醇酵素 每一口都是精華 是說成果的 製作配 封量 えっ 是 熊 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